现在巴西正处在收成季 作物的产量是相对可预测的 市场可能转向货币市场来进行参考 卡雷·加尔纳来自于Decarly Trading 供应前景良好 在价格有所回落的情况下 你认为这种下跌趋势会继续下去吗 我认为对咖啡期货的大多数卖空行为已经发生了 整体上来说预计价格到今年下末为止 将会出现横盘整理下跌 也就是说那些咖啡期货的空投投机者需要注意的事实是 目前在纽约交易所中 阿拉比卡咖啡期货投机者空投持仓的数量 达到了过去一年里的最高水平 所以即使空投趋势继续保持下去 可能还会出现大量的空投资金 什么因素能给市场带来最大的影响呢 现在巴西正处在收成季 作物的产量是相对可预测的 市场可能转向货币市场来进行参考 例如巴西货币出现了贬值 主要与上周发生在巴西的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 以及全球性的动荡的政治新闻有关 咖啡销售状况与巴西货币之前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总体来说巴西雷亚尔的汇率仍然很高 这给予了货币充分的回撤空间 所以预计咖啡的价格会继续下跌 总体来说你看好目前的市场吗 咖啡的价格毫无疑问将会暴跌 预计将会发生在今年夏末 咖啡期货也会出现适度的下跌 从而创造出多头机会 对于短期而言 我不认为价格会稳定下来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我是杰克艾维利特 周四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的商品角节目 再见 Goodbye